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共建的 底部的话是一个HDMI 然后两个U口 还有一个Mini HD卡槽 这一侧的话是带了一个防盗锁孔 然后我们看到的话是三个出风口 一个 两个 三个 底部的话是一个加厚型的脚垫 机身重量1430克 电源适配器440克 我们打开后盖 首先看一下的话就是 散热模组的话是双铜管双风扇的一个设计 然后电池的话是61瓦时 然后再看到固态的话是提供了一个 M.2的一个固态接口 然后的话内存是板载16GB 然后一个 英特的WiFi6无线网卡 整体的升级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说小伙伴们需要更大容量的内存或是固态的话 这款是需要谨慎购买的 屏幕支持 这个方式单手180度开合 键盘用的是白色背光 指纹识别速度挺快的 打开屏幕呢我们看到机器是三边窄边框 然后下巴是一支框 屏幕上方的摄像头带了一个物理防窥开关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也是开关键 开关键的话带指纹识别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键盘 键盘还是延续了Singbook家族的硬朗风格 整体按键的一个力度还是比较OK的 要适中 然后一体式触控板 优点呢是比较美观 缺点的话是底部的话比较松动 好小伙伴们我们来看一下 在使用过程中呢 红哥感受的话 就是Singbook 它的一个快捷键 从F1到F8常规的一个快捷键之外呢 在F9到F20还增加商务人士必备的一个 非常方便的一个快捷键 F9 这个F9的话是一个一键客服 点击完之后呢 可以直接弹出我们联想的电脑管家 可以在线连续我们的客服小姐姐 然后可以提供你需要咨询的问题 然后F10跟F11的话 是Skybee的一个软件的呼叫 还有一个关闭 当然它本身自带的话是没有Skybee 如果说你需要的话 可以自己去再安装一个 然后F12的话是一个计算机的快捷键 这也是比较方便的 我们在F12旁边的话 我们看到一个功能键 这个功能键打开的话是可以弹出 联想的电脑管家 上面可以有我们所有的一个电脑的一个配置啊 还有就其他一些优化病毒查杀等等的一系列软件 可以在这里面快捷的找到 然后这一旁边这个键是一键截图 好我们现在在讲解是软件 我们打开 联想自带的里面有一个智能会议助手 然后有一个翻译助手 这个软件还是比较实用 可以有中英文的一个切换 然后我们输入 录入中文之后呢 它会自动的翻译英文 比如说我现在说一下 最近有一个五个亿的一个案子 然后需要我们去接待一下 Welcome to Guangdong 是不是很方便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软件实测表现如何 开机测试 测试一下开机速度12.06秒 这个速度还挺快的 接下来是CPU CPU采用AMD锐龙R7580H 采用是7纳米工艺 45瓦 8核16线程 屏幕采用的话是龙腾品牌 内存采用的话是三星DDR4 3200频率 电池是61瓦斯 续航时间大概在8个小时左右 再来看一下鲁大师跑分 总分的话是85万9千多分 处理器的话是54万 显卡9万多 然后显示内存是7万7 硬盘是14万多 硬盘4C数的SN730 这是它的分数 读取的话是2865兆 写入的话1528 总分的话是4404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内存的跑分 再看看R15跟R20的跑分 用脚本跑了50圈 能看到它的性能还是比较稳定的 跟之前的DDR16 plus对比的话 分数基本上是没差别 看一下单烤CPU频率的话 稳定在3.24G 温度稳定在90度 最高温度在100度 平均功耗45瓦 最高64.9瓦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温度 环境的温度在28度 屏幕下方的温度是45.6 所有的超跑本 我感觉所有最高的地方都是在屏幕下方 左上方的是35.7度 右上方的话是38.3度 中间左侧的是39.3 最中间的位置是40.9度左右 然后看一下右侧是35.7度 底下温度在30度左右 我们再来看一下3DMark 显卡的跑分1220分 这个比较一般 我们再来看一下PCMark10的跑分 产用基本功能是7098 生产力分的是8077 数位内容创作6628 总分5193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游戏 首先呢先看一看1920x1080下 三极致的一个画面 刚上飞机给的帧数很高 有70多帧 下了飞机之后帧数开始下滑了 能跑个50多帧 有个防止 进去看一看 能跑个50多帧 能玩绝地求生的 基本上也能玩其他游戏了 我试了一下 我试了一下 1920x1080最低画质 来试一下 也能比三极致高出20帧左右 CPU温度的话在87度左右 GPU是74 我就不用2K画质去玩了 因为体验能下确实整个效果挺差的 基本上都是在30帧往下走 所以说我就放弃的去测试这一个 主要的话还是在1920x1080的画质下去玩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英雄联盟 在2K画质下开启极高模式 能看到开局帧数是有154帧 加个速度看看 能看到帧数在70多左右 这个本打落入完全是OK的 这个本机太傲潮 什么课都不翻眼 但是还是很温暖 同学之间的寒暄 压着课本抄作业 和手上的看一眼 现在想起来会不会觉得很亲切 我只想要拉住楼面 好好的说声再见 遗憾感谢都回不去昨天 我只想铭记这瞬间 我们一起走过的光年